就在这时,楼梯声响起,那名老者手中捧着一大一小两个锦盒,慢悠悠地走下了楼梯。 哎呦,怎么又有客人来了?哎,我的看门兽被你们打伤了。 老者一见那对男女修士微微一正,但目光往门外一扫,脸色却微微一沉。 放心,我也是略家教训而已,并未真的伤到他们的性命。 吕师妹可是黄梁前辈的后人,阁下的看门兽若真的惊扰到了,恐怕吃罪不起吧。 黄梁邻君的后人,那这一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听到青年如此一说,老者脸色微变,但马上神色如常,随后他似乎不愿多与这名男女说什么。 几步走到了韩丽面前,将手中的锦盒先递了过去。 韩丽并没有马上接手此物,却是目光一闪,先问道。 何中是何珍惜之物? 序掌柜不如先介绍一二。 一个是叫银心石的材料,一个呀,本人也不知道是何物,阁下要自己看了。 老者淡淡说完,并顺手将其中一个锦盒打开,露出了一块淡银色的石头,拳头大小。 接着,将盖子一盒,手一扬,竟直接将两个锦盒射了过来。 银心石? 天哪,这个东西我们二人要了。 站在一旁的秀丽女子一听银心石,突然变得惊喜交加。 而那名青年虽然同样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并单手急忙虚空一桩。 一股青色霞光,直接冲着装着金石的锦盒滚滚卷去。 韩利听到银心石这个名字的时候,同样面上神色一闪。 等到那个青年出手要抢锦盒的时候,脸色一沉,一只手臂只是一动,嘎邦一声,轻响传来。 手臂暴涨数尺,一把将那两个锦盒抓到了手中。 这时青霞才刚堪堪到了跟前,竟然丝毫没有停下之意。 直奔韩利身上卷来,想要强行抢回的架势。 韩利冷哼一声,肩膀一晃,身体就仿佛弹簧般向后滑出胀许远去。 同时一只金灿灿的手掌对准青霞一拳击出。 扑斥一声,青霞仿佛指壶一般,就被金色手掌洞穿而过,一下溃灭消失。 高姐修士? 青年原本已经掐绝的双手在韩利一显伸手之后,面色微微一变,变得有些迟疑。 前世兄且慢,可以好好谈谈地无须动手。 掌柜,这块银心石应该还没有卖给这位道友吧? 无论什么价格,我们都愿意出双倍的价钱,可否先让给我们呀? 诶,这可不行。 即使吕仙子是黄梁前辈的后人,也不能破了在下苍穹阁的规矩。 本店不是拍卖行,并不是谁出的价高就给谁,而是讲究个先来后道的顺序。 那,除非眼前的这位道友真不愿意要了,阁下才能买下银心石的。 也不知此店是否真有此规矩,还是老者暗中故意刁难,竟如此淡淡说道。 吕仙女子一正,不由得亲手一转,望向了韩丽。 但韩丽头也未抬一下,正将另一只锦盒打开,露出一块灰扑扑的长方形矿石,表面光滑异常,仿佛美玉一般,但偏偏颜色暗淡地,让人觉得诡异。 假使囚龙尊者,这件银心石是吕师妹必得之物,我替吕师妹付双倍价钱,你将此物让出来。 前姓青年盯着韩丽,缓缓说道,话说内容虽然是客气异常,但口气却是生硬得很,仿佛韩丽已经占了大便宜一般,不让。 韩丽盯着手中的灰色石条,用一根手指轻轻地磨缩,眼皮没有抬一下。 你说什么? 前姓青年脸孔变得难看异常,根本没想到会使韩丽一口回绝,连思量都没有思量一下。 也许这东西针对阁下的同伴珍惜一场,但是你怎么知道,在下就不需要此物。 我说过了,前某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青年目光冰冷了下来,话语里隐隐带着一丝威胁。 那名吕姓女子眉头一皱,但这次却并没有再阻止之意。 在下并不缺灵食,阁下若肯掉头就走,在下宁愿付给阁下一笔灵食。 韩丽也是叹了一口气,虽然眼前男子和女子大有来历,都有靠山的样子, 但韩丽自持孤家寡人一个,并且马上就要进入落日之墓。 不突破瓶颈恢复自身法力估计就不会再出来, 自然就不会多在乎眼前两名结单修士。 恢复法力的他,两者法力境界相差太远, 就是他们真正的靠山出手,他打不赢,逃掉还是有几分信心的。 不过,毫不留情的回话,不但甜心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就是那原本面无表情的老者,也不禁露出了几分亚色。 难道对方也是一位大有来历之人? 竟然面对囚龙尊者和黄梁真君的亲传弟子,也丝毫不加以颜色。 旭老却一下有些想歪了,听了韩丽的回话, 前姓青年彻底阴霾了下来, 而吕姓女子却似乎有了和老者差不多的看法, 打量了韩丽数遍后,突然谈口一张。 咳下贵姓,是从哪位前辈们下,说不定内侍任的家族呢? 在下一切散修,哪有什么失诚。 至于姓名,不说也罢。 是吗? 道友不愿意说那就算了。 不过,我用一瓶天心丹和道友幻影星石如何? 这丹药可以让神念临时增长, 可以弥补炼体式原本的神念不足的缺陷, 在突破瓶颈的时候是大有用处的。 天心丹? 吕姓妹,这可是黄梁前辈的独门秘药, 换取这么区区一块银心石,太浪费了。 前姓青年见到此幕,立刻大惊阻止, 就是那位一直待在一旁一语不发的续老, 文言也是有些动容。 至于田心却似乎从未听过此丹的名字, 有些茫然。 离时增加神念,对修饰也有作用。 修饰原本的神念就够强大, 效果自然是微乎其微了。 若是这样的话, 吕道友收起此瓶,在下不会交换。 韩丽还是摇了摇头, 这一次,吕姓女子的面色有些难看, 续老则一脸地愕然, 要知道天心丹的名声之大, 堪称突破瓶颈用的绝佳圣耀, 眼前之人怎么可能为了一块区区邻居材料, 而拒绝这等好处。 要不是他天心丹, 对此老身上的歧毒并无作用, 他恐怕也会忍不住将银心石收回, 亲自与这吕姓女子交换。 此女能这么随意地拿出一瓶天心丹来, 看来颇得这位黄粮邻君的宠爱, 就在老者惊疑之下, 韩丽却已经淡淡地询问出两件东西的价格来。 老者心有忌惮之下, 倒也没好意思狮子大开口, 但仍然说出了一个对普通修士来说, 仍是天价的数目。 韩丽点了点头, 手掌一翻多出了一枚储物镯, 然后另一只手上的灵界在镯上只是轻轻一滑, 一堆高阶灵石掉了出来, 足够付两件物品绰绰有余。 这些都是韩丽在途中将从人界带来的 大批低阶中阶灵石换过来的。 在灵界, 低中阶灵石对于韩丽的修炼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如此之下, 自然换成了高阶灵石的好。 掌柜二话不说, 同样用手上的储物镯灵石一收, 这场交易也就算是完成了。 韩丽则将锦盒一收, 直接冲着门外而去, 天仙则心惊胆战之下紧跟而去。 青年面色阴晴了好一会儿, 终于在心中拿不定韩丽真实身份之前, 没有阻拦韩丽离去。 不过, 此子心中却已经暗暗决定, 回去后就马上派人调查这人的身份, 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历再说, 而吕姓女子则注视着韩丽的背景, 嘴唇微咬了一下, 心中同样觉得郁闷异常, 走到店铺外的韩丽心情却很不错, 对到手的两种材料非常的满意, 其实这两种材料中, 还是那块灰色的石头价值更高一些, 因为那是一种邻聚材料的变异材料, 非常的罕见, 要不是韩丽曾经学习过邻聚的炼制之术, 借助自己过目不忘的强大神识, 特意将渔阳城中藏书看了个七七八八, 恐怕还无法想起此物, 但对于一般邻聚师来说, 这种材料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好材料, 反而不如一般的精品材料好用, 反倒是用在修饰的某些特使法器、 宝物链制上, 另有一番神奇的用途, 但对于韩丽这个异类来说, 这种材料却是妙用无穷, 心里满意至极, 接下来的数日里, 韩丽再跟着田兴将落日成 其他几处出售材料的店铺都转了一遍, 又收集到了其他几种后, 就打发田兴离开, 而他本人则找了一家不起眼的邻居店铺, 租下了其一整间炼制邻居铺子, 开始闭门不出。 一个月后, 韩丽神色平静地离开了落日城, 走了半个月后, 一人来到了一个巨大峡谷面前, 这就是落日之墓的入口, 整个峡谷足有数里宽, 无论地面还是两侧, 都遍布着鲜红颜色怪异石头, 连附近空中似乎都被映成了赤红颜色, 看起来让人触目心惊。 而在巨大峡谷附近, 却有一些羞士, 炼体士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 有的在窃窃私语什么, 有的则面无表情在附近打坐不动, 这些人大都是修为不高, 只有中节修士和炼体修士, 只能找到足够的同伴后, 才敢组成一支支临时的队伍走进大峡谷之中。 当然也不时有早就联系好的队伍, 直接从远处呼啸而来, 在入口处停也不停, 直接进入其中。 更有一些自持修为高深的高节修士和炼体士, 同样毫无顾忌一闪进入, 但无论低节还是高节, 修士还是炼体士, 却都没有一人敢飞得太高, 顶多是离地十余丈左右低空飞行。 只要不是脑子不清楚的人都会知道, 一旦在这片土地上飞得太高, 就等于将自己的一条小命 大半交给了妖羞或者心怀叵测之人。 况且除此之外, 落日之墓还生活着不计其数的秦类鼓兽, 让空中彻底成了没有尽致的尽空之躯。 韩力者在谷口附近略一耽搁, 就感到了十几道神念, 连连从身上扫过。 他不动声色地呆了一小会儿, 并一连拒绝了数拨, 看出他是高节恋体士, 急忙前来邀请的小团体后, 就同样飘进了大峡谷之中。 这个峡谷是落日之墓人族方面的数个入口之一, 其余地方都被修士 用数种齐阵人为的封锁住了。 而这唯一的入口附近, 自然驻扎着落日成的一些修士, 专门监视着入口情况, 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 只是这些修士全都隐藏在暗处而已, 据说其中修为最低的也有杰丹修为, 并且由一名化神器修士坐镇。 在峡谷中, 韩力一边缓缓前进, 一边暗自思量这些天, 从他人手中搜集到的一些落日之末的情报。 此刻, 他轻袍下面罩着一件灰扑扑的不起眼战甲, 后面则背着一杆用布条罩住前端的长枪。 枪杆黑油油的, 但末端却镶嵌着数颗青色金石, 悠悠泛光。 而长枪本身则淡银色, 一时无法看出适合材料炼制而成, 而内杆递胶金则缠在手腕处数圈, 被绣袍遮掩得严严实实。 当然, 韩力最为倚仗的杀手锏, 敢冒险进入落日之末的倚仗, 虽然还是储物着重的两颗灭仙珠。 有这两颗质宝在手, 只要不碰到炼须七级别以上的, 就足以自保。 峡谷越来越宽广, 当韩力走出百鱼里后, 最后一条淡淡的道路也消失不见了。